哈囉,女人幫的粉絲大家午安 然後我是女人幫的總編輯,大特Selina 今天我們TalkTV呢訪問到一個未來巨星 其實已經很紅的,車智麗 哈囉,大家好,我是車子,車智麗 車智麗剛剛說她好緊張 對不對? 對 她剛還在抓頭髮 真的 好啦 因為我知道就是這個節目就很多女生看 所以我就想說保持最佳的狀態 今天是來相親 剛好25歲 25歲而已嗎? 對 沒有你沒有嗎? 沒有,我單身 單身嗎?你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還真的跟你相親 好,車子我們想要來問問你 就是說,我知道你其實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對 然後來台灣發展,一年多了吧 對啊,差不多 我去年七月份 當初什麼樣的契機會想要來台灣發展 當初其實是我老闆陳威全幫我帶過來台灣 帶過來比賽 對 因為那個時候在馬來西亞我們在一次的一場表演 然後剛好遇到 然後我們在馬來西亞也是同一個經紀人 之前 對 那那個時候就聽到我的聲音 他就覺得說 欸,好像不錯 就是對我的聲音 覺得我又有想法 想要問說我有沒有興趣來台灣發展 這樣子 那後來就因為這個原因 他把我帶來鋼橋 那時候星光又重開了 對 對 那那個時候重開的時候 就把我又帶過來台灣比賽 這樣子 所以其實 參加選手比賽 會不會很緊張 過程是很可怕 過程 會啊 就是怕就是 得不到冠軍 會不會就是被趕回去馬來西亞 哈哈哈哈 後來被趕回去嗎 後來沒有 後來星光又得到冠軍 就被投下來了 對欸 他是冠軍欸 好 既然他是冠軍 嗯 就代表車智力很會很會唱歌 對不對 啊 謝謝謝謝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呢 我們有個時段會開放點歌 對不對 好啊 就是來點歌 那今天因為車智力的歌聲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可以點歌 點歌就是 我愛車智力 我想要點什麼歌曲 然後分享這樣子 今天我們也來送好禮 就是今天只要點歌給車智力的朋友 我們就送給這個什麼 紅毯救星的一個 K經驗魔 一片大概五百多 好 我們今天會送出五片 所以大家可以來盡情的點歌喔 車智力你個人最愛的 最愛唱的歌曲是什麼 我自己最愛唱的歌曲應該就是R&B R&B R&B嗎 嗯 R&B 因為我其實從小是 整個英文教育長大 所以都聽英文歌比較多 可以秀一下嗎 可以啊 好 來 車智力來唱R&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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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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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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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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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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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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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 你來台灣發展這一段時間吧 然後你對於台灣 因為我知道車智力平常也喜歡嘲嘲美食 車智力喜歡吃台灣什麼美食 台灣的什麼美食 其實我一開始最喜歡台灣的食物是滷肉飯 對 我知道滷肉飯 賣滷肉飯的朋友們聽到了 車智力喜歡吃滷肉 又便宜又好吃 再來呢 再來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台灣的那個蜜 麻雜的蜜是香蜜 泰國蜜對不對 散散果蜜 然後就比較偏是香 黏稠 沒有黏稠我覺得比較偏台灣的那個蜜 我是說台灣的蜜蜜 對對對 對對對 比較吃那種有脂的東西比較稀 男生好奇怪 烏肉飯大概是男生的天才 然後再來是烤肉 也是 你也是 剛剛開始流口 幫我們外帶烤肉飯給你 對 我之前就是去那個博物館看到那個 那個玉 東坡肉 他去故宮他都只看美食而已 對 你故宮就想說這塊肉很好吃 對 我都只拍那塊肉 那個白菜的那個我就沒有看 男生通常不愛吃青菜的水果 很奇怪對不對 男生都基本上是無肉不歡 對啊 因為要有力量的Energy 要有多聽 對 然後我想要再問一下就是說 那你在台灣啊 就是你最近也有發鐵嗎 對對對 我來介紹一下Beta 我的首張個人專輯 叫志同道合 那這張專輯呢 主要就是要介紹車子 給大家認識 對 那裡面的收錄了 專輯呢 幫他手 誒 你看一下 要幫你打一下啊 幫你打一下啊 對不對 好 對啊 幫你打一下對不對 這很重要 阿這個 還有簽名 對啊 他有簽名 這是車子力的進行道合 那這張專輯呢 裡面就收錄了 你收錄了大概 八首歌 八首歌 對 intro outro 八首歌 八首歌 那八首歌裡面有三首比較活潑 比較呈現私底下的車子力 就是很活潑 然後很搞笑的一個一個人 那另外的呢 就是比較大家以往看到的車子力 就是比較深情的歌 都是唱那種很好 關於好人卡的就是 你常常發好人卡嗎 對 你被多少個女生發過好人卡 喔沒有 被多少個女生發過好人卡 被多少個女生發過好人卡 就有點多到我自己也輸不了 真的嗎 不會啊 我覺得你 你應該是 女生也會覺得很喜歡 就看起來有安全感啊 而且人很好的感覺啊 怎麼會忍心把安全好人卡給你呢 我不知道耶 可能太安全了 對啊 怎麼可能會省了吧 他那麼可愛對不對 對 等一下不可以告我說性騷擾 不會不會不會 OK 那我想知道說 網友來點歌了 喔 愛是懷疑 愛是懷疑 是誰唱的歌 呃陳怡勳 陳怡勳 陳怡勳啊 對不起 因為我其實在星光的時候 Final就是唱這首歌 那你介意唱 你可以唱三句嗎 OK啊可以啊 恭喜這一位Emily那個網友 可以得到今天這一片面膜 然後也可以聽到 車之力慶祝點歌給你 念一下那個朋友 好 網友 Evelyn 對阿 車之力點給你聽 來唱一下 應該不會是我朋友吧 應該不會 沒關係 是不是朋友都好 如果你今天喜歡車之力 你就是車之力的朋友 OK 車之力的本事 要講本事 Fans 歌迷歌迷歌迷 好了 對 其他的網友 朋友也可以在盡情的點歌 好 好 那現在我唱 愛是懷疑 對對對 愛是懷疑 登登登 Because I 是懷疑 愛 是妒忌 愛 是總盡無幻想的真理 Because I 是遊戲 愛 能把你手邊 把這遊戲看得太仔細 不要 難怪冠軍 難怪冠軍 所以他不是對嘴的 昨天 昨天 我有聽一個 Gay朋友跟我講 他說有個 芋女偶像 他說 他有支 七七娜演唱的 他說 15年了 他怎麼還不長進 都對嘴唱 但我不敢講 一個 玉女 我們不要自己人說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說 車之律是 非常非常 內害的 歌手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回到你的專輯 就是專輯 對 對不起 你這個專輯 像你這個專輯 你這個專輯最主要 想要表達的 這個整專輯的意涵 或是想表達的一個 想要傳的一個 歌迷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個專輯 有沒有他的主軸 他其實就是 就是介紹車子 喔 介紹車子 因為裡面的其實都是 跟我息息相關 就是跟我生活 跟之前的一些事情 都息息相關 比如說 志同道合 這首主打歌好了 其實就是我 一路以來 有很多好朋友 給我的幫助 然後我今天才能夠 真的 站在這裡 然後發這張專輯 那 成為全老闆也是 之前是 也是先認識的一個朋友 然後後來也是他給我的幫助 把我帶過來這裡 對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真的要 非常珍惜這些 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為他們就是 最了解我 我們做 喜歡的東西跟做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然後 我們也很喜歡 就是 互相的鼓勵 然後一起前進 這樣子 對 可是這裡面有一張專輯 很有趣叫 放客泡麵 放客泡麵 對 這也是我 好小好寫的嗎 志同道合的一個 cùng門師兄弟 曲書好寫的歌 也是他製作 對 也是他製作的歌格 對 網友又來點歌了 哦 又來點歌 好乾 網友 popsTodd 車子的我要你客 Instagram. 車子的我要你客腦 喔 這是誰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歌其实主要就是你可以送给你爱的人 跟他们讲说 它可以是一个告白的歌 也可以是一个祝福的歌 也可以是一个祝福的歌 因为里面想讲的事情就是 尽管可能没有在一起 可能没有结果 可是既然爱上了 就是我就是希望他好 就是我会尽我所能的对他好这样 那要不要唱一首歌 好 我要你过得好 你 sorry 我从没有唱 对 我就是现场直播 对 你不需要努力讨好 来证明你对他的重要 你不需要每次正常 去换来他怜悯的嘲笑 如果想哭想要找个人打扰 别担心我烦恼 我要你过得好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哇 超好听超好听 超好听 你看哦 他现场上都这么好听 大家要赶快把他的专辑买回家 对 爱他就喜欢车之力就要支持他 谢谢 不然他就会回回回回 所以要把他的专辑支持他这样 那我想要再问一下车之力 就是你喜欢音乐很久了吧 从小就喜欢音乐 对啊 对啊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只是一直都没有发现说 想要把这个当做我的事业 当了什么事 是直到我17岁的时候 对 我17岁因为是有朋友 就是叫我来一起去玩玩 就是去一个去audition 一个那个叫什么练习生的那种训练班 对 一个经济公司的练习生训练班 那时候我们就去了 就很 就中间哎 就一直慢慢的慢慢的就更加的了解 然后因为我上课 就更加的了解音乐 然后就发现说 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那后来也觉得说 好啊 那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事业 做做看 然后兰兆岳座就 哎 慢慢的有情约 然后 可是之前没有很成功 之前就被当那个什么搞笑的团体 对 那后来 可是后来 你也有另外一个特质 也是可以去 也是像戏剧表演那种感觉 戏剧吗 OK啊OK啊 我其实是很喜欢 演绎 就不管是 不管是歌唱 我记得那个 王美甄的那个NV有看到你啊 对 哈哈哈 那我还有做了一个video 叫Top 10 那啊 就是十个这个 有有有 有看到吗 对对对对 分手真的 演得蛮好的啊 所以你能歌 能演欸 所以你可以 往全方位艺人去前进哦 可以啊可以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有这个机会 对对对 金姐提到了 他说他要往全方位艺人 又有来点歌了吗 哦 网友 Alpha 点歌 只怕想家 好美甄的 欸 你师姐的耶 刚巧这首歌我也有收入在里面 哈哈哈 你看你看你的粉丝多么爱你 谢谢啊 只怕想家 对啊 我刚好就是有收入在里面 这一套歌唱应该是你 你在台湾时候 会很想念马来西亚吧 会啊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就突然很想念家人 然后朋友 对 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有特别的含义吧 这首歌其实之前就是开会说 哎 要不要来唱一下 师姐的歌 然后我就想说 你上次不解歌 就 不一样的 哈哈 不一样的程式 对 对啊 所以我也不能说 因为我 我也觉得我应该超越不了他 对 所以我就只能说 用我自己 哈哈哈 马上就会被师姐 白眼 对不对 所以那个只能放在心里面想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 叽叽了 师姐 没有真的没有 他很正经 对 正经 真的吗 等一下 好好的 我跟他解释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没有想过你今天 哈哈哈哈 好来 那这首歌其实 那个时候就是 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就觉得说 真的很能够带用我现在的心情 因为我也是理向北京 从马下来到台湾 发展 我一个人 所以 有些时候还是会很 觉得很想家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时候 来到这里很多东西都很新 对啊 很新环境啊 朋友包括东西 但台湾人很友善 对对对 总比你去别的国家 可能都还来的 相亲 相亲 土亲 人亲一点吗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就很短的时间 就开始慢慢适应 而且又有 台湾有很多伴 喜欢好朋友 对对对 好啊 那我们来唱一下 想唱一小段就好了 好 可是记不记忆我那个 歌词 歌词 可以啊 这首歌 我最近一直打歌打平波 所以都 他记不起啊 他的歌词 给他扣五分 这是我最怕的东西 就是记歌词 嗯 没关系啊 那个天王也常常会 演唱会也乱死啊 对不对 有了 对啊 好啦 我什么也不怕 只怕想家 武装的病人 遇上温热就会融化 就算曾被折磨 现在明白是心疼啊 耶 谢谢 马上买专辑 谢谢 对 好不好 好 就是今天希望你的专辑 可以多卖个200张 哦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专辑真的很难 对我知道 现在专辑跟书一样都很难卖 我今年出第二本新书 然后我的出版社就说 等一下送你一本 不好意思 谢谢 出版社就说 现在书的发行是每一年跌大概25% 对 他说今年到三年前 他已经市场只剩了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今年卖三千本 你在三年前他还卖一万五千本 九千本啊 你就知道 所以我同理可证 唱片也很能卖 所以更要支持认真创作的歌手 谢谢 而且他又离乡背景来台湾 对 我们更要那个 台湾人最美的就是 风景就是人 人最善良 好不好 对啊 可能达不到QOTA我就要 又被死 回去拍下 那你回报一下做什么的 回报一下就可能 没有啦 真的 就把台湾的乳酪粉再去拍下 你还真的 你要有决心就是说 我就是要在台湾 好好巴奖 我觉得他在台湾成为超级歌手 对不对 成为新生代的唱唱将 好 好不好 好 然后其实我知道啊 车自立还有另外一个专长 是哦 对这个专长我偷偷的知道 听说你会人体乐情 哦 哈哈哈哈 是不是人体乐情 对对对对 今天你小小的音乐小段吧 车自立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诀窍 他可以用他的声音变成乐情的声音 对 变成呃 我会用那个拉俄文 好俄文 讲错了 是俄文和俄情的声音 都一样 都是俄文 对对对 都是俄情都俄情 可以来小试一段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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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练成这个绝技 我不知道 就是忽然间有一点就是 好厉害哦 想要学那个beatbox 一开始 可是难道beatbox 没有好好的学好 就 就不懂怎么 我那时候忘记跟朋友玩玩玩 我就忽然间发觉 诶好像蛮像的 对啊 诶 诶 他有这个专厂吗 他以后可以去大陆那个 就是大陆那个 选秀圈 你可以去 就这样 嗯 и 然后你要记得唱周杰友的歌 他就会红 就在大陆 呃 哎呀 不错 industry 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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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幫你介紹 菊花台 一定紅 這個一定是大家接周杰的歌 在大陸 大陸網友非常喜歡周杰 再來是他們很喜歡 有一點點中國風風的音樂 這樣會重 然後我想要再問車之力就是說 你就是從小很喜歡音樂 那有沒有一個歌手 是被你啟發或是你很崇拜他的 有 誰 其實沒滿多的 可是如果要選一個的話 就會是陳奕迅 陳奕迅齁 因為我覺得 就是喜歡陳奕迅齁 對啊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 像那個羅小白說他喜歡JJ 對 他的願望就是有一天可以訪問到JJ 我說他如果訪問到JJ 他可能從頭到尾就是一直看著JJ 對 所以我 你如果訪問到陳奕迅呢 我如果訪問到陳奕迅 我應該會一直聊 你會一直聊音樂 對 因為我其實有滿多問題想問他 所以你喜歡陳奕迅是因為他的創作還是他的歌曲 他的全部就是他的創作跟他在舞台上面的表現 對對他彈 就是他可以 他好像有一個開關鈕 就是可以一直switch 就是他唱歌的時候很神奇 這也是我現在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到的程度 他就是唱琴歌的時候很神奇 不管什麼歌丟到給他 都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很好的表達出來那個message 那唱快歌的時候他也可以很瘋瘋癲癲的 然後很搞笑的 拍電影的時候也可以很搞笑 專業的演戲 聊聊聊 誒說到陳奕迅 網友就來點歌 哦 Gini點歌 Gini點陀菲倫 這首歌也是我在比賽的時候有唱的 你看都是你的粉絲 都是我們唱的歌 恭喜你能得到那個 我們剩下一個可以點歌的人 請把我把最後的機會 感覺好像我在主持共談 哈哈哈哈 來唱一下 好 還剩低幾多心跳 人面跟水晶表面對著 去照顧連自己也都分析不了 得到多於笑 也許真力瘋了 哪個都影多麼可笑 靈魂又變賣了 相連也沒心跳 謝謝 謝謝 難怪你會第一次 謝謝 所以你沒有賄賂參賽 看一下 哈哈 我應該賄賂不了 對 我想說 可能這個 可能這個樣子無法會 對 每次 你沒辦法晚上陪他 對 看一下 人家都是 所有冠軍隊都是憑真實力 對 真實力 我其實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就很多朋友說 欸會這種比賽啊 就很多時候聽別人說很黑暗啊 什麼的 不會啊 他說會不會 我說 選美可能有啦 選美可能有啦 但是歌唱比賽沒有嗎 對我說不會啊 你看我這樣子的樣子 哈哈 你朋友很 哈哈 這個叫志同道合的朋友嗎 對 所以那個不在這專輯裡面的志同道合 對 你那些朋友 他說你不是好朋友 他沒有 哈哈哈 欸我想要問 因為其實我 我跟馬來西亞也有一點淵源 我在英文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的室友就是馬來西亞人 哦 所以其實馬來西亞人 其實我好幾個室友都對得很好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就是他們就是常常會煮那個肉餅茶 啊對 然後還有咖哩 咖哩雞飯 然後我就偷偷學會了 所以馬來西亞其實有很多本事對不對 很多 可我手快流了 你看馬來西亞 如果今天台灣網友去馬來西亞 你推薦他一定要吃什麼 他開始口口睡了 我在想太多了 看你要吃馬來西亞菜還是印度菜還是華人菜 當然去馬來西亞一定是吃馬來西亞菜啊 再吃華人菜幹什麼 沒有我們有分三種 馬來西亞 就華人 馬來西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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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 椰江飯這種就是太普遍了 肉骨茶 你剛才講肉骨茶一定要吃 我上次去馬來西亞菜吃肉骨茶 對 肉骨茶還有分 中部的 比較北部的 就都不一樣 口味不一樣 然後 可能咖哩 我覺得咖哩要試一下 因為我們咖哩又有酸甜苦辣 中辣苦辣還有很辣 所以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的咖哩的香料比較不一樣 跟台灣那種太一樣 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發現 台灣的咖哩比較是 日式的 日式的 比較酥義的 對 馬來西亞就比較偏印度 對 就印度的 就有分很多不同的 對 那所以 就是咖哩很好吃 咖哩很好吃 我上次去馬來西亞 我一直跟我的 因為我去出餐 我就當地的伙伴 他就 我一直跟他說 我很想吃咖哩糖蟹 馬來西亞有咖哩糖蟹嗎 有 哪裡好吃 哪裡好吃 下次再好吃 好 因為我們沒辦法在這邊廣告 射起廣告協議 所以 那你如果 還有我想要問一下 那你自己住在台灣啊 你有沒有 就是 如果馬來西亞的朋友來台灣 你會推薦他 你會帶他去台灣哪裡玩 哪裡玩嗎 我可能會帶他去衝浪 什麼 衝浪 衝浪 馬來西亞 沒有 東方是要去伊蘭衝浪 到伊蘭 那個時候 石頭 到烏斯卡 烏斯卡 對烏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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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衝浪喔 我很喜歡玩這些 衝浪啊 那你看起來站不起來的感覺 站不起來還是站不起來 我是很活潑的胖子 我們沒有人說你是胖子 哦是嗎 對啊 對 你是說你是很活潑的歌手 歌手 對 所以你會去伊蘭衝浪對不對 對啊 了解 了解 所以如果說台灣的網友 就是我馬來西亞的朋友來台灣 還有一個網友點歌 哦 哦 哦 Ivan 你很會點 還是會想你 這是你自己的歌 對 這也是我自己的歌 有時說在這一次專輯裡面 那把握最後的機會 這個朋友會得到 其實這首歌呢 它就是我的轉例點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這首歌是一部馬來西亞電影的主題曲 哦 是馬來西亞電影主題曲 是你唱的就對了 對對對 那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很紅 嗯 嗯 OK 這個人 你幹嘛那麼切實 他就說 我在馬來西亞很紅 我是馬來西亞的天王 因為 因為有一些因素啦 我的這個電影 上影兩個禮拜就拿下來了 為什麼 上影兩個禮拜 被禁 也不是被禁 賣不好就對了 也 不太 因為我馬來西亞可能是一些政府的 哦 聊聊聊 我知道了 馬來西亞那個明天要大學 哈哈哈 對 所以不能太過 對對我們還是在這裡 對啊 好 好 那我先唱這首歌給大家的題目 捨不得 說忘記 卻還會想你 不捨得 快樂 怎麼會不快樂 好深刻 就因為愛你太曲折 我們在 抱頭痛苦 天空 都灰了 謝謝 我想 一定很多朋友很想親自在現場聽到你的演唱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有一個活動 對對對 有這個機會 在這個月份的12月23號 我們有這個Pure Party 就除了我呢 還有世界黃美甄 然後還有我們公司的其他的藝人啊 小畢竟跳伯儀啊 柔原子幫你 對 都會跟我們一起提早這個慶祝聖誕節 對 那大家可以到柏赫萊去查詢 歡迎票 所以 我也說到我們的粉絲團查詢 你幹嘛 也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團去查詢 姐姐讓你講一下你自己粉絲團的名字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請大家多支持 跟可以去我的FB的粉絲專頁 車智力車子去按個讚 那在裡面呢 就有那個柏赫萊的連結 你可以到我的粉絲專頁去按個讚之後 在那邊有一個連結 在Click in 去買票 對 唉唷 幫你自己打包包 他他是 對啊 我看來給他打包包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我很怕 我很怕大家都是 買票啊 都來只來看 這好美甄 然後 全面都 沒關係 我們可以知道 所以我就這樣介紹 你是先開場 應該是我 黃美甄鴨 對 對啊 師姐 對啊 不會啦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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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好了 我請你吃三碗滷肉飯 增加你的信心 我覺得 我吃了三碗滷肉飯了之後 我的信心雖然增加了 他經紀人看他 經紀人會把我壓下 經紀人說控制體重 控制體重 經紀人覺得 欸這樣子吃對嗎 我發現 台灣的經紀人都很喜歡 就是 用問題的 可是其實 就是 你還可以吃嗎 對 你還可以吃嗎 對 永遠都不會跟你說 你不可以吃喔 他會說 你可以吃嗎 嗯 他想說 你人有羞恥心嗎 對 就是 很 完整的這樣子 對 他不能說 車智麗你不能吃 他會說 車智麗你這樣的身材 你還可以吃啊 對 所以一開始 然後你就會怎麼講 我其實都會假裝說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我不太 所以我就會 嗯 你問我問題的話 那我當然說 好啊 那可以吃啊 他裝傻 對 既然你沒有直接問 我就可以啊 可以吃 其實我一直覺得你不怕毛 是嗎 蠻可愛的 謝謝 對 重要的是你的歌聲跟你的人 不是你的外表 是喔 謝謝 好 那經紀人我 我可以繼續吃 哈哈 我可以吃 好啊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再次的 就是 謝謝車智麗上來 謝謝 然後也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去 對 就是去聽聽車智麗的專輯 也加入他的本司團 然後 希望呢大家採取行動呢 就是去買他的專輯 對 然後喜歡他的朋友呢 可以去參加這個Pure Party 去聽他現場 唱現場喔 現場唱情歌給你聽 對 唱情歌 然後唱聖誕歌 有快的 也有慢的 所以 應有盡 好 希望你下一張專輯的話 還可以再請到你 在上門的節目 好啊 謝謝今天的粉絲觀看 謝謝 謝謝